由開放美豬進口 經濟不責強調牛豬分離 放無薪假的人數持續攀升 到9月底為止 一共有26加1233人 創下今年新高 以52階級馬獎入圍名單出入 導演侯孝賢的電影刺客逆娘 入圍11項是最大贏家 中國大陸廣西發生包裹炸彈連環爆 已經造成7人死亡 51人受傷還有2人失蹤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10月1號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盈欣怡 新聞首先帶你來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9月底全面實施 卡式台胞證 引發了疑慮 洛惠主委夏立妍 今天在立法院遭到 藍綠立委的炮轟 夏立妍強調 已經和對岸達成共識 會在10月13號的下章會當中 向對岸表達 沒有事先溝通 就片面宣布卡式台胞證的不滿 中國9月21號突然宣布 要全面實施卡式台胞證 事件持續延燒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號 邀請陸委會主委夏立妍 報告整個事件的處理經過 以及後續的因應做法 夏立妍強調 已經和中國大陸達成共識 會在10月13號 在廣州東晚進行的下章會議中 向中國表達不滿 夏立妍強調 陸客來台需要按指紋 填流時間限制很多 認為台灣的出入境管理及核發 比陸方嚴格許多 不過說法不被藍綠立委接受 質詢時不斷質疑陸委會掌握不實 還批評台灣是遭到矮化 中共對我們的中國對我們的一個統戰 其實無所不用其極 行政院毛部長說看到報紙的報導才知道 這樣會讓國人產生恐慌 他跟我們的身份證是不一樣的 這個他一個卡的形式跟我們目前身份證是不同 第二個有關這個毛院長 我相信他是一時的口誤說出那句話來 立委質詢中 夏立妍一度提到台商向他反映卡式台胞證方便通行的事 強調攬岸發行通行證其實是互相矮化 還說如果說陸方矮化台灣早就矮化了很久的話 說法遭到立委質疑 夏立妍隨後表示自己的說法不對 道歉後收回此番言論 記者陳嘉欣 長子佳 台北報導 企業放無薪教的員工人數持續增加 勞動部最新統計到9月底為止 全台實施無薪教的企業有26家 人數突破了1200人 創下今年以來的新高 從數據來看 今年9月底實施無薪教的企業有26家1233人 跟9月中的19家783人相比 半個月的大幅增加了450人 成長幅度是58% 同時也是19個月以來首次突破千人的記錄 俄羅部表示這些企業以傳產科技業和中小企業這些為主 但以無薪教人數來看 並沒有出現特別異常 但是勞動部長陳雄文昨天才表示 政府已經準備200億的銀彈來因應 今天公布了最新數據 隨即就創下今年新高 是不是會持續惡化 重現2008年 無薪假的風暴也引發關注 國內景氣部家審計部統計也發現 103年度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錢藏負債超過了18億 這也包括了軍人退休保險 勞保 公保 還有國民年金都有破產的危機 政府財政危機持續惡化 審計部統計發現 103年度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潛在負債超過18兆 如果再不進行調整 軍人退休保險將在2019年面臨破產 接著是勞保的2027年 公保的2030年 最後是國民年金的2046年 精算出來最速的提拨率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這些潛藏負債 那麼在未來 未來在時期上到那個退休年齡快到的時候 那麼政府還是要編列預算來做一些支援 根據審計部委外的估算 不管是哪一項年金 過去幾年法定費率都未能調整 隨著戰後嬰兒潮步入退休的年齡 政府未來30年面臨潛藏負債大幅增加的危機 另外勞保基金因為開辦多項新的業務 包括運營價前6個月支領6成新 但勞保費率卻沒跟著調高 給付條件越來越寬鬆 補助的項目卻越來越多 交少領多 你說這個基金戶怎麼不會打 有需要做好好的檢討 就針對所得替代率保險費率 還有給付的條件 還有基金運用的效益等等 去做一個檢討 審計部也點出問題的癥結 強調退付基金勞保勞退與國民年金 決定費率遠低於未來30年收支平衡 所需合理的費率 但主管機關多次提出費率調整方案 都無法獲得立法院的通過 記者未來林國皇推報導 民企黨總統參選蔡一文 再度端出政策牛肉 要打造台灣細骨 讓產業脫胎換骨 針對年金破產危機 蔡一文強調如果當選 會召開年金會議 全民共同面對 來解決年金問題 年金潛藏18兆的負債有破產疑慮 民間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30號 和年金改革大聯盟見面 為了解決年金危機 強調一旦當選 半年內要召開年金協商會議 讓全民來共同解決 年金危機變成國家發展未來的隱形炸彈 蔡英文認為很多數據和精算 只有執政者才知道 有完整的資訊才能著手處理 未來這個年金協商會議 會交由專家做總整理 真正解決年金問題 不只關心年金 蔡英文在競選政見中 也提出要打造台灣的亞洲矽谷產業 以桃園為執行基地 結合既有的航空城建設 導入人才交流和清創中心 更要鬆綁法規引入矽谷產業 讓台灣的產業翻轉 蔡英文說他不會排斥中國人才交流 但會做好一定的國安工作 而亞洲矽谷計畫要用第一個四年打下基礎 第二個四年將會看到爆發性的成果 記者小沈柏玉台北報導 針對年金破產危機 年金改革聯盟要求三位總統參選人 選前不加碼選後不迴避 國民黨總統參選洪秀柱表示 7月份已經針對年金改革表達了立場 要改革高階公務員年金 改善基金投資績效將是兩大方向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下午來到台中 上廣播電台接受專訪 針對年金改革及破產危機 表示今年7月間已經明確表達 改善所得替代率 改善基金投資績效的立場 改革的話應該從哪個方向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在7月份都已經回答過了 洪陣營的年金政策 把矛頭先指向高階公務員年金的改革 但就怕話說多了引發反彈 洪秀柱透過發言人回應年金改革聯盟 選前不加碼 選後不迴避的訴求 那改得早不如 改得好 那既然目前有一些相關團體 針對這些特定的議題有一些見解 那我們也呼籲政府相關部門 應該跟民眾還有相關團體做下來 把政策談清楚 所以我們這邊是選前一樣是不會加碼 目前呢 政策的部分目前還在評估當中 財政部長張盛禾 央行總裁彭環南 都發出呼籲 九大年金改革迫在眉睫 台灣年金面臨破產危機 高達17兆8千萬的潛藏債務 怎麼改革 成了下一任總統當選人 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 記者黃雄賴世傑 台中報導 針對年金破產危機 親民黨總統參選宋楚瑜強調 當選後將會整合所有的年金 讓年資不會有轉職就歸零的問題 如果年金破產 政府應該要扛起責任 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 一號也對各式年金將面臨破產提出看法 他說如果當選 所有國保會規劃成單一年金 整個後的年金制度變成可惜式 年資可以合併計算 不會有歸零的問題 年金如果破產 政府應該要扛起責任 我們的這個三大重要的保險 如果再不去調整的話 我們國家會破產 而我們反覆的提出來之後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執政的國民黨 和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 有良好的呼應 宋楚瑜一號提出了 教育政策草案政見 對於台灣的學童 每天平均學習時間超過12小時 宋楚瑜說 台灣的孩子 不應該處於這麼累的教育環境 他表示當選後 會強化學生的適性發展 畢業就能找到工作 也提出生育教育補助新政策 要改變未來台灣的教育環境 宋楚瑜表示 台灣的學生英文程度 不但比不上香港新加坡 更落後中國大陸與日本 教育追不上其他國家 經濟也在空轉 記者李季華 陳希隆 台北報導 府中米食在營養午餐的白飯當中 加入了調味劑和品質改良劑 雖然是合法的 可是為了保險起見 大多數的高頻地區學校的營養午餐 還是暫停使用 屏東縣政府更進一步指出 為什麼合法卻沒有劑量規範 社會也有疑慮 如果長期食用或是添加量太多 會不會造成人體危害 來看我們的分析報導 府中米食在白飯中 添加調味劑和品質改良劑 讓使用府中產品的高頻地區學校很緊張 雖然衛福部和地方衛生單位認為 府中的添加物屬於合法範圍 但是社會大眾很疑惑 為什麼這些添加物合法 但卻沒有劑量規範 目前國內食物添加物共有18大類781種 福州加在白飯的反丁锡二酸一鈉 屬於第11類的調味劑 其實跟反丁锡二酸一鈉一樣 可使用但沒有規範的 還有30種調味劑 像是檸檬酸檸檬酸那 通常用於運動飲料或汽水 琥珀酸琥珀酸一鈉琥珀酸二鈉 可製造海鮮風味 是常見的調味品 還有膚酸膚酸辣90酸 可做成味素或素食湯品 不過雖然成分合法 低度高安全性 可是看在化學專家的眼裡 卻還是少碰為妙 化學品都是一定傷甘剩的 基本上大部分的所有化學品都是如此 林榮賢教授指出 吃原始的食材最好 健康安全無負擔 可是李政達系主任強調 目前社會型態改變 學校人多食物需求量大 廠商不能不避免防酸或防腐的可能 因此兩位專家都建議 政府和廠商至少要做第一層把關 在米食產品上 清楚標示添加物成分與劑量 並讓民眾了解 長期食用 還是會造成人體負擔的觀念 記者李慧與許正俊綜合報導 杜鵌颱風打亂原有航班起降 306個航班被取消 桃園機場持續消耗 因為颱風出不去回不來的旅客運量 昨天首度暫停貨機起降 這也創下陶機啟用36年來的紀錄 杜鵌颱風攪局取消306個航班 桃園機場恢復起降及加強輸運 造成後續航班起降塞機旅客量過多難以消化 桃園機場首度暫停貨機起降13個小時以客運優先 希望加快疏解因颱風出不去回不來的旅客運量 貨機如果繼續起降的話 他一定會佔用部分的滑行道或者跑道以及停機位的時間 這樣子如果貨機暫時停止的話 我們可以把全部機場的運能集中給客運 杜鵌颱風過後 桃園機場第一天出入近724架次 第二天也達到692架次 兩天總共24萬1000多人出入境 比每天平均609架次旅客運量多出許多 再加上北跑道整修只剩下一條難跑道可用 飛機下不來也出不去造成大塞機 單跑道的問題也是一個問題 那我相信這些狀況明年1月8號 那麼雙跑道以後就可以改善 根據了解為了加強旅客輸運 受影響的貨機將近100班次 生鮮蔬果 熱帶活體魚等貨品損失不少 還好現在都已經恢復正常 桃園機場公司表示 塞機問題經過三天消化過後 也渴望完全得到疏解 記者詹淑雲 林真如 郭俊麟 桃園台北報導 中秋節杜鵌颱風來攪局 許多民眾週一被困在高鐵台鐵車站 交通部長陳建宇坦承 交通疏運的應變確實還有努力的空間 就有立委建議 以後碰到類似交通中暖的狀況 應該要跨部會討論 隔天是不是要彈性的上班上課 新家代券大包小包要趕在三點之前搭上高鐵 長長人龍卻擠滿了大廳 這是星期一杜鵌來襲之前 高鐵站的亂象 台鐵也被媒體形容 回家就向逃難 交通部長陳建宇上午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因此哀批 高鐵你的台鐵你的整個班機的調度都一團亂 部長這不是有改善空間而已 你們真的都有下台檢討的一個必要性 調車的也都有調 那麼該處理的有處理 當然或許有所不足啦 我只能這樣講 那麼我們的這個努力還不夠 陳建宇表示週日發布海上警報之後 就立即聯繫各局做出應變 也準備好遊覽車在各大車站 但卻因為風速太大 民眾不願意搭 對此就有立委建議 未來再碰到交通中段 交通部應該要跨部會聯繫 討論隔天是否應該要彈性上班上課 你就應該要站出來跨部會 政府是一體的 就要求教育部出來講話 要求勞動部出來講話 對於立委的提案 陳建宇表示 目前宣布停止上班上課 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但如果因為交通中斷而影響全國 未來可以討論 是否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來商討對策 記者林政武郭俊玲台北報導 大家國內航空的民眾 10月底可以審點荷包了 因為油價已經降到調降門檻 民間局宣布從10月30號開始 全面調降國內航線的票價 平均降幅是4.9% 台北到金門遠東航空降最多 省195元 中午開始 買10月底之後的國內航線機票 民眾可以省點荷包了 國際油價直直落 繼今年3月降價之後 油價又降到調價門檻 民航局宣布從10月30號起 要再度調降國內航線的票價 今天中油公布的一個國際航空人員 價格是15.91 那已經連續三個月平均油價 達到我們的一個調價門檻 票價照里程航空公司定價 降幅不同 省最多的是台北到金門航線 降109到195元 高雄到金門最多也可以省140元 整體來說降幅大約4.7% 而且這是票面的定價 航空公司照淡忘記 還會有其他的促銷優惠 當然降多一點會比較好一點啊 對啊 可是其實也不如小補隊啊 減個100塊真的 對啊應該沒什麼差 對航班多才是重點 雖然一到連續假期 離島居民還是常常一票難求 但對於票價 可以反映油價的降幅 還是覺得不無小補 至於事先已經買了10月底之後機票的民眾 也可以找航空公司先退票 再重買降價的機票 記者林政武郭俊玲台北報導 第五十二屆金馬獎入圍名單 傍晚揭曉了導演侯孝賢的電影《刺客念影娘》 一口氣入圍了11個獎項 是今年入圍的最大贏家 侯孝賢也獲得年度台灣傑出的電影工作者的殊榮 而今年票房逼近4億的國片 《我的少女時代》表現也很不錯 女主角宋雲華入圍了《女主角獎》 充滿東方緩賣美學的電影《刺客念影娘》 在國內外都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更一舉入圍第五十二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 最佳導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改編劇本等11個獎項 成為今年的入圍大贏家 至於張作季導演的《罪生夢死》入圍實相 是刺客念影娘的勁敵 而各界矚目的最佳女主角入圍方面 票房開出了近4億好成績的國片《我的少女時代》 將會和張愛嘉 舒淇等重量級演員 角逐影后寶座 最佳男主角則是由李鴻琦 郭富城和馮小剛等五人入圍 而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頒給了導演侯孝賢 他傑出的成就與不妥協的毅力 不僅把台灣的電影帶回到國際的舞台 更為創立 創作這件事立下了標杆 這不是錦上添花 而是對他最高的致敬 入圍名單公佈 幾家歡樂幾家愁 最後各獎項到底獎落誰家 就等11月21號頒獎典禮當天揭曉答案 記者草原街旗文 陳保羅特別報導 今天是中共國慶 但是國慶日前夕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柳城縣 昨天下午發生包裹連環爆炸的事件 造成至少千人死亡 五十一人失蹤 五十一人受傷 還有兩人失蹤 而到今天早上又傳出新的爆炸案 從9月30號到10月1號 柳城縣接連發生包裹爆炸案 讓原本平靜的西南偏遠地區頓時陷入緊張 除了政府嚴格管制媒體報導 要求只能刊登政府發布的訊息之外 當地的包裹快遞業務也暫時停止運作 中國媒體報導指出 被鎖定的嫌犯已經落網 並坦誠製造了70多枚炸彈 根據外電引述柳城縣當地的消息來源 爆炸從30號下午3點50分左右開始 兩個小時內有17個包裹炸彈連續引爆 這些包裹分別被送到客運車站 醫院 賣場 甚至是監獄 以及畜牧局宿舍等政府單位的建築 從目擊民眾自行拍攝的畫面可以看到 爆炸威力之猛烈 不只路邊車輛被炸得扭曲變形 許多樓房也被炸得面目全非 而路邊除了民眾交頭接耳的說話聲 也可以聽到受傷民眾和死者家屬淒厲的哭聲 廣西壯族自治區 除了人口比例較少的漢族跟主要的壯族之外 還有苗族 瑤族和同族等少數民族 西南邊就是越南 是個多種族雜楚的地區 但多年來各族和平相處 極少傳出暴力事件 但這次不僅爆炸威力驚人 而且是以包裹方式分別送往十多個人口密集的處所 還選在10月1號的中國國慶日前夕 但中國官方說法指出 這不是恐怖攻擊 比較可能是因為貧富差距擴大 社會底層民眾心生不滿 引發的暴力犯罪 記者許家仁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廷才在聯合國大會 跟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 表達合作解決敘利亞內戰的意願 30號隨即獲得國會授權 出兵空襲伊斯蘭國 不過美法等國家之一 俄方的目標並不是伊斯蘭國 而是要幫助阿塞德政權剷除敵人 俄羅斯空軍閃電空襲霍姆斯省 反抗軍公布的畫面顯示 街頭百姓措手不及 醫院裡湧盡大量傷患 至少有36個平民喪生 包括五個兒童 俄羅斯稍後也公布了空襲畫面 稱他們攻擊了伊斯蘭國的車輛倉庫與指揮所 這次是因阿塞德政府要求幫助而出兵 因此俄羅斯是唯一合法在敘利亞空襲伊斯蘭國的國家 敘利亞國營電視台報導 俄軍30號空襲了包括霍姆斯省 哈馬省在內共七個省份 不過霍姆斯省並非伊斯蘭國的地盤 而是敘利亞自由軍等歐美國家支持的 溫和派反抗軍的據點 美國法國與敘利亞反抗勢力都質疑 俄軍出兵是為了鞏固阿塞德的政權 俄羅斯總統普廷強調對付恐怖主義 需要先發制人 俄羅斯國會30號全票通過授權普廷空襲敘利亞 空軍當天隨即出動 是俄羅斯1979年以來首次境外軍事行動 充分展現普廷運用大國影響力 積極介入敘利亞問題的企圖心 不過攻擊前一個小時才知會美方 讓部署當地的美國空軍面臨危險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跟美國國務卿凱瑞會談之後指出 美俄近期內將舉行軍事會談 討論如何避免在敘利亞擦槍走火 敘利亞問題上俄羅斯堅持阿塞德政府必須繼續執政 才能跟國際聯手剷除伊斯蘭國 主張推動和談化解四年內戰危機 歐美國家則認為殘殺百姓的獨裁政權必須下台 凱瑞表示美俄雖有其見 還是會合理想出促進敘利亞和平進程的方法 記者是會中報導 印尼因為焚燒林地的火耕農業模式 導致每年引發嚴重的埋害 毒害的東南亞周遭的國家 包括了像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甚至是泰國 都飽受嚴重的空氣污染之苦 印尼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至少還要三年才能徹底解決埋害的問題 印尼國家災害管理局 周三將埋害危機升高為國家災害 並動員高達21萬人前往蘇門達蠟等焚林地區滅火 更把緊急狀態再延長14天 由於埋害太過嚴重 過去幾周印尼已有超過13.5萬人引發呼吸道疾病 蘇門達蠟的民眾首當其衝 由於印尼蘇門達蠟 加里曼丹等島嶼的棕櫚油業者 因應全球棕櫚油需求上升 持續利用傳統的火根來開發新林地 二分燒後的木炭也被民眾拿去賣錢 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僅是鄰國噩夢 更引發外交關係緊張 馬來西亞過去幾天的空氣品質 達到不健康跟非常不健康的危險程度 學校被迫關閉 航班也大打劫 新加坡政府已對涉嫌進行火根的五家印尼企業 發出法律通知 新加坡10月第一天的天空依舊籠罩在迷雾中 當地民眾跟觀光客都戴上口罩 心情大受影響 圓定10月10號舉行的大型戶外音樂節 主辦單位也以空氣品質不良為由取消 歩著眼睛出來了 有點殘忍 不然不想做什麼 不想做什麼 不想做什麼 環保團體指出 如果不停止火根 印尼雨林幾十年內將消失殆盡 蘇門達拉虎跟紅毛猩猩也面臨嚴重威脅 但印尼總統佐科威接受BBC專訪時強調 印尼正請全力滅火 並對200家企業進行調查 煙禁火跟焚零 最快11月底就能消除這波埋害 但要徹底解決埋害問題 至少還要等三年時間 記者居然親報導 中國官方證實 逮捕了兩名從事間諜活動的日籍人士 日本政府正尋適當的管道營救當中 中國在去年11月實施反間諜法 分析家都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鞏固政權 跟國家安全所強化的措施 由於這個法律內容界定不夠明確 外國團體的活動可能會遭到不當的限制 中國外交部30號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 逮捕了兩名從事間諜活動的日本人 這項消息隨即獲得日方證實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這兩名被捕的日本人年紀都是50幾歲 被捕時間在今年5月間 其中一人是在大陸浙江省沿岸一帶的軍事設施周邊 被北京當局根據反間諜法刑法等法律拘捕 另一人則是在東北遼寧省與北韓邊境 被懷疑從事與間諜行為有關的活動遭逮捕 日媒指出中國政府正在調查 背後是否有日本政府射入 中國的反間諜法去年11月上路 有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為了穩固政權 因應香港戰衆運動的新形式 將國家安全法重新命名所成立的新法 內容規定五類間諜行為將加以追究 凡是國內外的組織或個人 偷竊或探聽國家機密資訊 就屬於間諜行為 譬如外國人對軍事設施拍張照 就可能觸犯這項法律而被遣送出境 由於這項法律內容界定模糊 外國團體的活動將因此受限 也被認為意在打壓異議人士 而日本人被以間諜罪名逮捕 這不是頭一樁 2010年4名日本人 擅自進入軍事區拍照 就曾被短期拘捕 去年中國駐冰島大使 也傳出因為洩漏國家機密 給日本而被捕 劇長曾慧明報導 中國大陸十一黃金洲 今天正式登場 因為有7天的假期 今天的風景區人潮湧現 就連高速公路也擠滿車潮 有人也選擇到國外旅遊 雖然帶動可觀的消費潮 但是不良的衛生習慣 也讓國外的餐廳業者吃不消 高速公路上 塞滿車輛 還有司機無奈的下車 站在車旁 中國十一黃金洲 從10月1號開始 連放7天長假 中國各地景點區 急滿放假出有人潮 不少觀光區 開始實施景區限流 限制地點湧入人數 縣流的這個縣究竟畫多大 你比如說我這個景區的承載量 是什麼樣 我應該把這條線畫在幾萬人的這個位置 如果畫得過緊的話 恐怕造成了少數人能夠進去遊玩 很盡興 但是多數人被拒之門外 中國各地景點推出旅遊APP 有可能藉此掌握遊玩路線 附近店家等吃喝玩樂信息 不想在國內人擠人的民眾 則是轉往海外旅遊 特別是美國去年推出 發放十年簽證政策 讓今年遊美民眾增加不少 而今年開始 中國人搭郵輪到日本時 只要郵輪事先拿到許可證 搭船的民眾可以不用簽證就入境 讓更多人選擇到日本度假 國慶期間的話 我們是已經全部都已經滿船了 中國客人對我們郵輪這個 這個作為度假的方式是廣受歡迎 為此廣州的日本領事館 光是9月份發出的日本簽證 就比往年多四成 郵輪旅遊業績比去年同時期 更是增加到四倍 但中國人用餐的衛生習慣差 對日本人來說 還是造成不少困擾 為了減少中國旅客到日本 與業者引發的摩擦 被愛到當局還特地以簡體中文 印製四千本禮儀手冊 把用餐如廁等各種該遵守的日本規則 詳細列明發放給入境的中國客 希望旅客能遵守 記者城市通報道 現在我們要鏡頭轉回國內 但以持續來關心的是 杜鹃颱風已經遠離 但後續的災情卻是陸續傳出 大雨造成山區土石飽含水分 苗栗大湖通往太安溫泉區路段 昨天傍晚大量土石突然崩落 幸好小客車快閃逃過了一劫 在太安奉晚溫泉的遊客準備下山 大量的土石突然傾瀉而下 跟車一樣大小的石頭滾落 小客車駕駛油門踩到底 幸運躲過一劫 杜鹃颱風過境後 中臺灣天氣已經放晴 但之前的大雨造成山區土石含水量飽滿 30號傍晚5點多 苗栗縣苗62縣大湖通往太安溫泉5.5公里處 土石崩塌 差點雜中遊客 民國97年8月4號 苗62縣4公里處 落石也雜中了大湖分局無性遠景 傷重不治 這條路是通往太安溫泉區唯一的道路 也是熱門的旅遊路線 由於颱風過後山上還有鬆動的土石 苗栗太安相公所也提醒民眾 經過這個路段時要特別小心 也將協調公路單位 評估加強邊坡穩定工程 日月光公司排放廢水案二審 將全案被告全判無罪 當初任職高雄地檢署起訴 在網路上發表文章 認為這是荒謬的二審判決 反駁二審判決無罪的理由 高雄地檢署將會提出上訴 日月光被控排放廢水案二審 做出無罪判決 當初起訴此案的檢察官吳明俊 三十日隨即在網路上發表文章 認為這是荒謬的二審判決 收到判決書的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們 也感到非常氣憤 罕見地派出多位檢察官回應 被告不構成犯罪 主要的理由在於 志月光公司所排放的污水 那課題上不是廢棄物清理法 所規範的廢棄物 到底是用水污法還是廢棄物清理法 是影響二審判決的主因 但是檢察官進一步表示 曾查到日月光連續十個多小時 連續排放五千多公噸的廢水 其中含有三千公斤的污泥 不難想像可能造成的污染程度 不過二審何一廷認為 日月光已經投放了比平日 多一倍的大量液檢 廢水的PH值已獲得改善 另外何一廷認為 後進西有多重污染源 無從認定是日月光造成的理由 警方也有質疑 我們是認為說他的那個數值 就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認定 就是日月光造成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沒有辦法完全沒有辦法排除 甚至我們可以就這麼確定 二審的無罪判決 檢方表示會針對二審不足的部分 再做加強決心向最高法院上訴 記者郭彩業孟昭全高雄報導 台中大安媽祖園區爭議不斷 先前神像募款停止 在政風單位調查之後認為只有小問題 台中市政府就宣布 媽祖神像將重啟募款 市府也打算在明年追加1.6億的預算 不過也引發其他宗教團體的抗議 還有監委擔心可能會淪為文子館 大安媽祖文化園區目前仍然只能看到 極座處於施工狀態 原本已經停止募款的媽祖神像 在台中市政府的協助下 8月底再度獲衛福部同意募款 但有人認為媽祖文化園區 違反憲法中的宗教平等 且躲避環評 一日在監委前往監察時 向監委呈情 政府不能夠帶頭違憲 雖然有民眾及宗教團體反對 不過當地還是有不少民眾認為 因為大安區是台中最偏遠的地區 缺少大型建設 年輕人留不住 相信媽祖文化園區能為地方 帶來發展和商機 台中市府也認為 大安媽祖文化園區 每年能帶來15億元的商機 不過這樣的數字 監委認為是最理想狀況 如果周邊建設沒有持續規劃 最後可能也會淪為文子館 對於台中市政府 明年打算再追加1.6億元 要同步進行基座 空調 戶外大型廣場 戶外景觀等改善工程 監委表示 將會請審計部審查 這樣的預算編列與使用 是否合法 記者 邱紫輩 彭安群 台中報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公布2017世大運 吉祥物台灣黑熊 不過這個造型 卻不是五月份 由網友票選的圖樣 而是另外花228萬 籌新委外設計的 當初iVoting也花了90多萬 被市議員質疑 就是在浪費錢 帶著金牌的黑熊 投入各項運動 宣傳世大運 30號台北市長柯文哲 慎重對外公布 2017年世大運 最後定版的吉祥物 台灣黑熊 不過這造型和五月份 經過網路票選 由藝人徐千順設計的圖樣 明顯有不同 原來是市府重新發包設計的 世大運的吉祥物 是一波三折 2011年好市府 設計出出版的圖樣 去年又重新修正為第二版 但在柯文哲上任後 認為不好看 今年二月份 官傳局花了90幾萬 舉辦吉祥物徵選投票 最後徐千順設計的版本 脫穎而出 但市府又花了228萬 來委外設計 明年要再花150萬 做週邊商品的製作 一個吉祥物 前後要花超過600萬 被質疑根本是浪費錢 多次一改再改 這次是最後的版本嗎 還是還會再繼續的花錢 來繼續的改版 其實Ivo對我來講 只是第一個 到底要選出哪一個 當吉祥物 這是當時主要目的 一場市大運做了四隻黑熊 市府強調 最終訂版的吉祥物和Logo 絕對不會再改 台北市首次辦 國際型的市大運 這錢有沒有掛在刀口上 外界都在檢視 記者 蔡惠玲 陳立峰 彭耀祖 台北報導 台美TIFA會議今天登場 美方希望台灣處理牛豬產品 都要以科學為基礎 比照美牛開放美豬進口 不過經濟部回應表示 我方還是會依照原本的既定立場 重申牛豬分離 而場外也有團體抗議TIFA會議 黑箱作業 第九屆TIFA台美貿易 暨投資架構協定會議今天登場 由經濟部政務次長卓士昭 擔任主談人 與美國貿易代表署 副貿易代表何里曼共同主持 經濟部表示 台灣期待透過TIFA會議 與美方就制裁權 藥品及衣材投資 技術性貿易障礙 區域經濟整合及農業等議題交換意見 至於各界關注的美牛豬問題方面 美方強調 無論牛豬我方都應該以科學為基礎 設定符合國際標準的規範 但我方還是重申牛豬分離 在非中重申牛豬分離的政策 另外雙方也就我基改食品標示的規定 將會在年底實施 就在TIFA會議正式登場後 多個民間團體也到經濟部前高舉海報 抗議經濟部在一週前草率公布召開TIFA會議的訊息 沒有與人民溝通就直接進行談判 枉顧人民的權益 抗議黑箱作業並遞交陳情書 反對的是以資方為主體的貿易談判 我們反對的是不是以人民為主體的貿易談判 另外在會議中經濟部也向美方 再次說明目前臺灣正在進行自由化落差盤點工作 美方也同意以TIFA作為臺美推動經貿合作的主要平台 而且也願意與臺灣在WTO場域中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記者委員林國皇 朋友組SNG小組台北報導 為了貫徹農地農用不讓農舍買賣被炒作 協議員已經提出農發條例修正草案 限制農舍的買賣只限農民 今天民進黨立委強力批評農委會主委陳寶基 他也指出農地交易量因此萎縮將近五成 交易量也是下跌超過五成 許多老農苦不堪言 不讓農舍辨別術 農地不農用 農委會決定限縮買農舍的承受人 必須具備農舍資格 目前行政院也提出農發條例修正草案 要從修母法下手 卻遭到來自農業縣的立委批評頭殼壞去 農委會堅持限制農舍買賣的資格 才是貫徹農地農用釜底籌刑之際 成交值大幅下跌了56.3% 非常多的農民 他們也是苦不堪言 農委會主委陳寶基仍堅持 嚴家管制主要受影響的是農地農舍炒作者 並非衝著老農而來 其實那一部分的影響 大部分都是已經在仲介手中的影響 而不是農民直接賣地的影響 主委陳寶基重申 過去調查發現 國內坐領修根補貼的大戶 第一名是擁有32公頃土地的人 而超過10公頃的人比比皆是 顯示農地流通與交易並不平均 炒作農地最大的受益者並非農民 因此他認為現有的制度不改不行 記者裡面劉翰林台北報導 隨著大選逼近年金改革的爭議 再次浮上檯面 考試院更發出警告 軍公教的退普基金入不敷出 政府一定要通盤檢討 不然勢必會破產 可是選舉考量下年金改革不易 學者就建議未來朝野一定要有改革的決心 年金改革要向勞保看齊 逐年調整保費 並延後公職退休年齡 才有可能成功 馬總統率領行政院立法院及考試院長 親上火線 對年金制度的改革痛下決心 如果我們今天不推動改革 也就是說下任總統或者下下任總統 遲早都要碰到這個問題 馬總統年金不改革 明天就會後悔的話 不能把問題留給下一任總統 再困難也要推動 這些話有言在耳 可是考試院提出的公職退休撫恤草案 靜靜地躺在立法院中 一動也不動 而民進黨立委支持推動年金制度改革 當時時任民進黨智庫執行長林萬億 也提出年金改革修法方向 但是改革還是卡關 就有學者批評 南營立委緊盯軍工叫票 綠營立委也不願意得罪廣大的勞工階級 選票各有盤算 一再延宕改革的結果 考試院全序部發出警語 現在軍工叫的退付基金入不敷出 政府一定要通盤檢討 不然未來勢必破產 如果你不作為 然後就是說讓年金制度 就按照現任制度 繼續比如說運營下去 當然他的財政會產生問題 深入鑽研年金政策的學者郭明正指出 過去考試院進行年金改革 改變退休所得替代率的計算方式 反倒讓一些退休公務人員所得 退休還領得比再值多 改法明顯的不合理 如今三個總統大選參選人都對年金改革 有正面的回應 但是學者更是期盼 未來國家領導人 唯有在逐年調整保費 延後公職人員公職退休年紀 退休所得替代率也要取得相對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年金改革要從社會需求考量 而不是只是為了拼政治做政治算計 年金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台北報導 臺南市長賴清德昨天在臺南市議會巡達時 公開宣示主張臺灣獨立 這跟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有明顯落差 恐怕會衝擊到選心 賴清德說 這是根據民進黨的臺灣前途決議文 蔡英文則出面緩加 要外界不必無限上綱 我們一定要兵容相向 一連說了三次 我主張臺灣獨立 臺南市長賴清德昨日 因為他那是議員 針對兩岸小組運作議題 做質詢的時候 脫口說出這些話 而賴清德的臺獨說 今天也再次成為議員質詢的焦點 但賴清德回應 這完全是根據民進黨的 臺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 臺灣是是全民主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做法華為 對於臺灣的前途 有兩千上臺灣人來共同決議 所以我昨天的說法 完全是根據民進黨 臺灣前途決議文的主張 至於臺南市長賴清德 在市議會喊出 他支持臺灣獨立 與蔡英文才公布的維持現狀 有明顯的落差 恐怕衝擊大選選情 不過蔡英文老神在在 還要外界別無限上綱 賴市長的講話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必要去無限上綱 那他的本意 我相信應該是他希望兩岸 可以相互的理解 可以和平的相處 蔡英文除了替賴清德緩夾 還特別強調民進黨內溝通 沒有太大的困難 而這次賴清德拋出台獨的言論 重點在於兩岸的互相尊重 但是難免又牽動雙方的敏感神經 記者李小如 陳柏玉 溫正恆 綜合報導 臺北市政府推動公共住宅政策 目標八年要完成五萬戶 並且成立公共住宅委員會 今天召開第一次會議 產官學界齊聚一堂 直接給臺北市長柯文哲建言 面對這些冷嘲熱諷 柯文哲表示一切做了再說 不能因為困難就不做 臺北市長柯文哲推動公共住宅 喊出八年五萬戶目標 今年底將達成六千五百戶 但是公共住宅光是用地取得 和興建費用 以及租金政策等都是大學問 為市府成立公共住宅委員會 產官學界齊聚一堂 直接給建議 民間參與營運的機制 這樣也同時避免政府組織的過度 龐大及不效力 興建社會住宅有百分 多百分之二十的容積 那用這個容積來交換房子 來變成社會住宅 出租的住宅 引進民間力量分擔市府負擔 不少產業界和學界委員都很建議 社府團體委員則是較關心 公共住宅就算租金定為八五折 弱勢民眾恐怕還是負不起 市價的八五折 以我們接觸到的弱勢族群 真的還是很難負擔 從今年起到二零一八年 北市府預計完成四十五處公宅 共計兩萬一千四百二十四戶 需要投入一千四百一十億的經費 但是公宅推動困難度不小 都發局坦言 連三十年資宣老議員都不看好 不過柯問哲還是一句老話 做了再說 北市府預計今年底將完成公共住宅白皮書 明年中完成北市住宅計劃送交中央 爭取中央國有土地無償撥用 以及共同投入興建經費等等 十月八號也將召開首都生活圈會議 邀請三黨總統參選人討論公宅政策 記者小陳柏玉台北報導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 最新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台大排名呢 從一百五十五跌落到一百六十七名 創下新低紀錄 台大回應排名有很多種 不能單看一項 就覺得是競爭力下降 台灣的大學在國際間競爭力如何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公布 全球最佳大學的排行榜 美國的家中理工學院連續第五年稱霸全球 但反觀台灣的指標學校 台灣大學卻是一百六十七名 比去年的一百五十五名下跌 創下歷年來新低紀錄 產業的經費研究經費投放進來 那這部分我們是相對的比其他的 因為我們的很多法令的關係 所以是比其他的國家是少的 小房認為 學校確實還有進步空間 綜環今年大學排名 從原本四百所變成八百所 台灣包含了清大 交大 臺科大 中國醫藥大學 成大和陽明大學 都擠進前五百名榜單 總共有二十四所學校上榜 但總體來說表現並不理想 我們跟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預算 平均大概差十倍 我們的學費可能是差三十倍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營造讓國際上好的學生 好的老師 願意到這樣一個環境來 當然是很困難 全世界的高校都在做大幅度的投資 如果從相對來說 那我們的投資其實是沒有增加的 我們會跟學校共同來研究 如何從其他面向來爭取更多的資源 來支持學校的發展 目前台灣的國立大學經費來源 主要是來自於政府預算 學雜費和自酬款項 但和其他國家大力投入高等教育的 資金相比差距非常大 加上其他國家常以高薪 挖角台灣優秀人才 未來該如何解決這些隱憂 提升台灣高校的國際競爭力 恐怕是個難題 記者曹雲謝奇文台報道 乳癌是女性的頭號健康殺手 根據國際署最新的調查發現 女性癌症始終已經加快了 平均每天增加42位女性癌友 不過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女性癌友持續運動 可以降低4成的乳癌復發 以及死亡率 56歲的陳小姐 五年前發現她的胸部有硬塊 到醫院檢查才知道是乳癌第二期 而且已經擴散到08 她歷經乳房切除手術 及8次化療 心情一度變得很沮喪 連大門都不願邁出一步 後來在朋友推薦下 她開始慢跑 去年還參加人生第一個馬拉松 現在的她又重新找回自信 生活也更加快樂 你今天如果說 你有出去運動的話 你的情緒會非常的好 然後你的壓力會即刻被消解 其實有很多女性癌友 都跟陳小姐一樣 面臨同樣困境 根據國劍署統計 女性癌友正逐年增加 尤其是乳癌 101年共有1525人 比前一年增加近500人 累計女性乳癌 子宮頸癌 子宮體癌 及卵巢癌等四大負癌 就高達15000多人 平均每天新增42位女性癌友 不過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女性癌友持續跑步做運動 可以降低四成乳癌復發 及死亡的風險 年齡的問題 或是膝蓋其他的問題 沒有辦法 至少也可以養成快走的習慣 這樣的話 對於燃燒體內的脂肪 可能跟耗咬量 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話 它的效果也是一樣好的 醫師表示 女性癌癌的原因 可能跟缺乏運動 作息不正常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 與環境荷爾蒙有關 因此建議女性 除了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也要保持適當運動 不僅能防癌 還可減少腹癌 復發及死亡的機率 記者那順便 蔣龍翔 台語報導 大家好 今天台灣各地的天氣 大致上都相當的不錯 幾乎都出現了陽光 但是我們從衛星雲圖上面 可以看到 在華南沿海這一帶 有一道封面系統 那這一道封面系統 將會在今天的深夜 到明天的清晨 通過台灣的上方 最主要受到影響的地方 是在北台灣 也就是北部跟東北部這一帶 所以在今天深夜 一直到明天清晨 當封面通過的時候 北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 有可能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雨勢 請大家多加的注意 而在封面過後 緊接著就是東北風增強 所以在明天的天氣 北台灣跟今天相比的話 會非常的不一樣 雲量上面增加了 東北風也會帶來 比較涼的空氣 上預測在明天的白天 北部地區的最高溫 大約是在27度到30度上下 跟今天相比 台北觀測到的最高溫 接近34度 下降的幅度有到5 6度 所以也請大家 要多加留意 明天在北台灣 天氣溫度上面 是會比較涼一些 而至於中南部地區 跟今天也類似 它主要還是中午過後 出現午後雷震雨的形態 所以在白天的溫度上面 都還是偏高 大約在33到34度 花東這一帶的溫度 也跟今天很類似 有的時候感覺上面 都還是會覺得熱 那隨著明天 東北風增強 沿海空曠地方 可能有時候 也會有比較強的震風 海面上的風浪 也都會增大 請大家多加的留意 以上資料 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明天天氣如何呢 來看各地的溫度預測 來看各地的溫度 宜蘭花蓮台東和蘭嶼 23到29度 外島澎湖馬祖和金門 22到30度 明天空氣品質如何呢 來看看空汙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跟雲嘉南 都是普通的 不過提醒您高屏是不良的狀態 宜蘭花東金門澎湖是良好的 不過馬祖是普通 以上是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銀星銀 感謝收看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李宏源說 如果台北發生6.3的地震 至少會有四千棟房子倒塌 柯文哲說 台北是有完整的淹水模擬圖 只要強降雨 很多高价地段都会淹水 几十年来 全台湾许多老旧房屋都期待都更 但是无论是民间还是公办都更 都遭到许多的障碍 成功都更案件寥寥可数 都市更新为什么推不动 包括容积奖励 都更流程还有协商平台 政策跟法令该如何调整 今晚八点有话好说 深入分析 杂志究竟是如何发想 怎么决定主题与视觉风格 它又是怎么跟我们的生活脉动 息息相关呢 台湾知名杂志总编辑黄威荣 将在公式一文大道 与观众朋友们分享他的热写编辑录 如果你喜欢拍照记录生活 或对影像创作有兴趣学习 千万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公式乐陵营 乐陵营教你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还能亲身体验拍片过程 更有专人指导 课程有趣让你回味无穷 名额有限报名要快哦 详情警洽 02 2633 2000 转酒 她来自越南永龙省 喝这碗就很像越南的感觉 越南也太好吃了 一场骤变让她伤心欲绝 我们一个家庭很没忙 为什么不这样 靠着家乡味重新站起 这位是我们的两家 妈妈 她是最坚强的台湾媳妇 10月3日上午10点 我在台湾你好吗 2010月1日中 万一百四项 未经许可 百分之款 2013年 185月1日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